林二汶 林二汶早前參加了內地一個歌唱比賽節目 之後他更把握機會在下一城 在北京、上海和深圳三個地方開Show 接觸多了不同地方的觀眾 二汶還總結了各地粉絲看Show習慣的差異 北京本身Live House的文化很強 他們是耳含含 上海比較安靜些因為文青多 然後深圳的場地基本上吸引很多不同的文青 所以北京可能會耳含含 但當你做了Show一半的時候 一到大合唱的位置 你永遠都猜不到哪些人是最厲害的 深圳很安靜的 但去到玩的時候他們是瘋了 所以各個不同的地方 就是你撩他的方法不一樣 但到最後那些興奮程度全部都一樣 對於撩的方法你應該介興就熟 是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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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融和約會是一樣的 每一次做Show都一樣 哈哈哈哈 有沒有真的學到什麼廉的方法去示範一下 有的 我們真的教觀眾跳舞 他們只是奔放 我在台上看下去 全部都是Show個假的 全部都是這樣 變成這樣 因為很好玩的 各個地方都願意玩 同時探想一個話 的話 準備殺人家 一搖合 橋你撩它 讓你清ун 你掛著 學習那麼大 你能偷探 這個是給你 小心 形象太鼓勵 在看你 聘請 其實二汶和師弟李十一 這天是出席一個音樂節活動 十一透露他最近請了劉爾達為新歌錄製旁白 提到可以和疑時偶像合作 十一都很興奮 因為我很小時候已經聽達明 邀請到他來客串唱了一段 和講了一些獨白 錄的時候真的笑得我們 他真的很好笑 他不是故意搞笑 也是笑得我們 不要再搞笑了 好笑 這樣 很厲害 但是你知道他有時搞笑得上來 譬如你真的要他簡單讀一句句子 都真的很困難 說真一句 說真一句 其實那天錄又很順利 是嗎? 是啊 很順利 而且我們說這樣 他推薦另一個更好笑的 好厲害 同場中有胡林 他都有翻唱黎明的作品 讓大家聽出已有 好厲害 好嘞 來人的故事 你會帶我住 這天錄 你會帶我住 你會帶我住 你一會等會 你一會等會 你天聰 我那你們在 你等有 我一生都出來了 我一生都出來了 你一會想 你一會讓我 你一生也也 dropdown 我那會 我奶要和你 你等 professional的芥蒂 當選碟的胡林就透露 當中全部都是他很喜歡的作品 所以取捨的過程就有點困難了 最喜歡的歌是不同的 最後當然是聽你的意見 聽他們的意見 沒有聽 我不要這樣來 都是 大家找回平衡點 大家都喜歡那些